围绕着调解员胡建宇的建议 双方进入密室调解 张先生告诉观察员聚评 他和郑女士的感情裂痕 是从儿子欠下百万赌债开持的 观察员聚评提醒张先生 光赚钱养家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学会照顾身边人的感受 要学会换位思考 他全心对你这样付出 你虽然说我只是发意识的脾气 但是对他来讲 这个真的是很难承受的 你要反过来 站着他的立场去想 他什么都没有做错 是不是 我理解你的话 现在郑女士把你照顾得很好 对对对 没有他的话 说不定 你有没有正式的就跟他讲 你说这么多年没有你 我都不知道我的生活会过成什么样 关于儿子的债务问题 张先生承诺不再插手 彻底消除郑女士的顾虑 他最反对的可能就是 你儿子债务的事情 债务的事情 我确实不想回答 你要放手 这个事不能管太多 我真的放手 我一切地想你 对 你现在应该怎么样 应该把他当做现在最重要的 那人家裁员也跟你过呀 这就是你未来的伴 他唯一能陪你到老的人 一气密室 观察员廖锡玉就告诫郑女士 赌博无论大小都要远离 姐姐说是他借口打麻将 你认为是小麻将 但他呢 他被胆战心惊了 如果真的想把日子过好 连这个小麻将不要打了 你觉得我说的 你能接受吗 这个我能接受 有空 两夫妻逛逛公园 这是有空啊 想了吧 锻炼锻炼身体 郑女士承诺今后不再涉赌 郑女士离婚多年 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一个人生活 内心很渴望有一个温馨的家 和张先生走到一起 原本内心是充满期待的 你第一段婚姻 前面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儿 有多大呢 女儿24岁了 一直就跟老公 就没有感情嘛 和不离嘛 就以前都是看到 女儿的份上嘛 就不想离嘛 最后一次 到了最后还是离 你就是觉得自己 离了婚孤独一个人 是吧 无缘无助 找个男人 有个男人 靠靠有个家 就可以了 郑女士表示 如果张先生有所改变 她还是想继续 和张先生走下去 叫他脾气给一下 脾气改一下 脾气给一下 那个工资也要给我 工资要给你 那每个月的工资 大概是多少 前两年没有工资 我叫他给我 一年三万 两年是六万 接下去的工资 一年给我四万 婚姻生活是人生的大事 难道说你没有结婚证 没有法律的保护 你这么统继 继续统继下去吗 你准备 我看看她的表现吧 你再走走看看 提到结婚的事情 郑女士的态度 依旧不明朗 那么 密室调解结束后 他们会最后 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他们能找到 未来的希望 和生活的方向吗 答案即将揭晓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金牌调解 从密室出来 我们继续回到调解现场 来看一下两位 这个时候的想法 老婆 我脾气不好 以后我会给 我们好好把儿子 顾下去吧 这件事情我鬼不了了 不鬼了 下次我也不会打麻将来 下次不要叫他 给我发脾气 我也不会离家出车 张先生是一个负责任 善良的人 但是负责任善良的人 他也是需要一些原则 来保护自己 然后还可以影响身边的人 所以做事要 越来越有原则 而且也会让他心里面 更有定心丸 我要提醒郑女士的就是 他是一个背负了 很大压力的男人 有时候情绪 可能难免会失控 那你可以 首先的反应 是尝试着去软 画一下他 跟他开开玩笑 提醒他 一个好男人 不可能不发脾气 真正的好男人是 发脾气的时候 一经提醒 他会停止发脾气 我觉得你也可以 以后在这方面 也调整一下 去接纳一下 他有时候情绪上的压力 这样的夫妻在一起 就更有价值 我心里这一年当中 他也知道 已经调整了好多 这次你没有他的陪陪的话 假如说没有他的陪陪 儿子出了段时间 我这个压力 真的跟他受不了 因为我这个人 不会照顾自己生活的人 那就好好珍惜他 好不好 知道 那就好好珍惜他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吴老师 谢谢你们 感情生活中 难免会有磕磕绊绊 经营一段感情 往往需要的 不仅仅是两个人的 互相包容和理解 有时候还难免会遇到 一些棘手的家庭关系 斩断亲情 维系感情的方法 固然不可取 如何在感情和亲情之间 达成平衡 坚固和排序 非常重要 如果拎不清 不顾及对方的感受 感情的裂痕 就会越来越大 而只有分清了主次 找准了方向 难题 就会迎刃而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